新鲜的一位 新鲜的一位 大伟 我已经想清楚了 都想清楚了吗 都想清楚了 婚姻协议上的条款 都认可 愿可 也都做得到 好 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安排一个隆重的场合 正式向你求婚 现在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 你赶在这个时候请假 而且一起请那么久 妈 还在为了那天的事跟我赌气是吧 我没有跟谁赌气 我就是想休个家 你休假我不反对 可是你的状态不对啊 安宁分手了是不是 那是我私人的问题 我觉得没必要跟公司交代 你也知道这感情问题是私人问题 那你还干涉我跟安宁的事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送你一句话啊 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男人来说啊 事业那才是最重要的 这女人对男人来讲 那就像是一根肋骨一样 少了它或许会 会痛 可是它并不影响你直立行走 事业才是男人的脊梁 这没有事业的男人 就像 这扶布上墙的烂泥巴一样 等你将来有了事业 有了钱有了地位 你要什么样的女人你没有啊 那是你对感情的看法 但我不是你 你 我现在只想跟公司好好请个假 我想休息 我希望你能够想得通 好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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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这么多东西 是要去哪儿啊 我准备出去走走 好呀 我们一起去吧 佳佳 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这是干吗呀 我现在已经 有了你的孩子了 不如我们早点休息吧 结了婚之后 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环游世界 佳佳 你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先把自己 重新整理一下 天明 我知道你不爱我 可是我比安宁更爱你 我现在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成为你的贤内助好不好 或者咱不领结婚这儿也行 如果哪一天 墨轩要是跟安宁分手了 你要是想和安宁重归于好 我都没有意见 天明 我知道你心里还放不下安宁 可是你要明白 初恋对于每个女人来说 都只有一次 在安宁的心里 许墨轩她才是第一位的 安宁跟墨轩 她们两个已经不可能 再重归于好了 安宁 墨轩跟安逸 她们三个刚刚好 可以组成一个很温馨的小家 你不觉得这样的结果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吗 安宁 墨轩跟安逸 她们三个刚刚好 可以组成一个很温馨的小家 你不觉得这样的结果 都是一件好事吗 现在天明哥一定很恨我 我在她心里 变成一个三心二意 反复无常的小人了 她应该更恨我吧 她给我付出了那么多 等了我那么久 安宁 你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请你来 请你来 喝水 安宁 墨轩 你答应过我 要帮我演好这首戏的 咱们擦擦嘴啊 爸爸 爸爸 你不想我啊 看看 我给你戴什么了 我的熊 你都快要自己的孩子了 还来干吗 安逸的小熊落在我那里了 安逸的小熊落在我那里了 他每天没有小熊 他睡不着的 我给他带过来 天明哥 我带安逸去那边玩会儿 阿姨 好 来 这叔叔去那边玩去啊 我决定要跟杨家结婚了 恭喜你啊 终于想明白了 是我对不起你 这一切都是我一所造成的 你不用跟我道歉 我们两个 现在也算各自有各自的归宿了 互不相欠了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痛苦最好的良药 你不是也说过 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号称能包治百病的庸医 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要跟谁在一起 你要跟谁结婚 跟彼此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不起 杨家是真的爱你 我祝你们幸福 一样 我也祝你跟莫轩幸福 好 是的 哒哒 安妮 你早该知道的 有多少爱情都是这样的 故事的开始时 我会给你幸福 但故事的结局却是 我祝你幸福 有多少爱情 有多少爱情 我真想 我真想 我让你幸福 你一定 一定 一定要幸福 daadadada 杨大小姐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明天你要跟石天明完婚了吗 我提前的送上一个祝福 带了一份宝礼 不成经意 恭喜恭喜 行 这礼物我收下了 你可以走了 别着急嘛 其实我来呢 还有几句话想跟你沟通沟通 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情况是这样的 我跟你妈妈商量了一下 等你跟石天明把婚事一办呢 我们也马上公开关系 紧随其后地 就去登记结婚领证 当然了 我知道对你来说 接受这件事 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障碍 可是我想告诉你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在事实上 我都将成为你的祭父 呸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猜我要是让我妈 在我和你之间做选择 她会选谁呀 那她当然会选你了 毕竟你是她的独生女儿嘛 但是杨家 我觉得 我们之间需要将心比心啊 而且呢 我们俩之间都很清楚 也心知肚明 在石天明的问题上 我可是帮了你大忙的吧 我不需要你报答感激我 但是至少 你没有必要破坏我 跟你妈妈的事 不是吗 哼 这话我算是听懂了 你威胁我呢 我要是不答应你和我妈结婚 你就会把我假回忆的事 告诉石天明 老实说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我就先失陪了 你呢也好好地想一想 明天就结婚了 高兴点 好 再这么换消息啊 怎么定啊 非得跟我们打结院 对啊 最近几天 都没什么生意 你看店里的面包 每天都剩一大堆啊 看来咱俩要找新工作了 拜托你们打起点精神行不行啊 安静姐 眼瞅着咱们店里的生意 越来越好 突然就发生了 什么食物中毒事件 赔钱 罚款 把咱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全都搭进去了 最惊人的是 咱们现在店里的生意 一落千丈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缓过劲呢 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我查过出事当天 我们同里用的奶油 和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供货商那边抽了问题啊 我检查过冰柜里 剩的没开封的几桶奶油 和他的同一批 质量绝对没有问题 肯定有人动了手脚 对 我也怀疑 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要整我们 到底谁会这么做啊 都怪我 当初装修的时候为了省钱 就没在操作间也安一个监视器 要不然啊 咱们就能在前一天 看到是谁进操作间了 安宁姐 我想起来了 出事的前一天 你妹妹来过店里 还带了两个女孩 乐乐来过 她们进操作间了吗 进了 我记得很清楚 乐乐说 要带她的朋友参观参观 不会是乐乐吧 她怎么可能会害自己的亲姐姐呢 二姐 你这么急找有什么事啊 乐乐 西点店出事的前一天 你是不是带朋友去过 对啊 是我的两个好姐妹 我让她们看看我姐开的店 闲呗闲呗 那她们进操作间干嘛呀 她们说想看一下蛋糕是怎么做的 怎么了 我怀疑这次出事 跟你那两个朋友有关 不可能 她们平时都把我当亲妹妹看 怎么可能害我的亲姐姐呢 可你别忘了 我可是一直都跟她们势不两利的 那你有证据吗 我是没证据 可是她们前脚走了 后脚店里就出事了 幸好那天只有一位客人来订这种蛋糕 要不然我就真的关门大吉了 乐乐 你以后不要再跟那帮人来往了好不好 我那帮朋友怎么了 二姐 你没拼没拒地怀疑我朋友 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 乐乐 你是宁可相信外人 也不肯信我这个亲姐姐是不是 你如果再不醒悟的话 教训你的就不是我 而是法律 你杀手揍我了 我才不会向李彦去坐牢呢 算了我不给你吵了 我知道你这两天心情不好 不过 二姐 你真的 就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杨佳 从你手中把天明哥夺走啊 如果是属于我的东西 谁也抢不走 能夺走的 命里就不该有 到手的东西你不用力拽着 别人一抢你就松手 我看是你自己不懂的珍惜吧 乐乐 有些事情你不懂 安妮 虽然我有的时候很讨厌你 包括现在 但你好歹也是我二姐 我绝不允许杨佳和石天明 何其我来欺负你 哎 乐乐你要干嘛去啊 我要去告诉石天明 杨佳早就知道你坐牢是被冤枉的 可他一直隐瞒真相 不是什么好东西 乐乐我求你了 我答应过杨佳的 等他跟天明结婚之后 再又指认真凶 二姐你有病吧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你是不是希望全世界都款你善良 你心里就很满足啊 你知不知道善良过头 就会让人觉得很愚蠢 你活该你倒霉 是 我已经决定了 把你嫁出去之后 我就要跟宋阳结婚 不行 我不同你们两个结婚 佳佳 你可以拥有你的幸福 为什么我不行 我还不到五十岁 我可以追求我爱情的权利 你跟宋阳之间的不叫爱情 不是所有的婚姻都需要爱情 天明不还是因为爱情以外的原因 才跟你结婚的吗 宋阳跟天明能比吗 天明他是个好男人 我们两个之间就算没有爱情 但是结了婚之后 一旦我有了他的孩子 他会对这段感情负责的 可是宋阳不一样 宋阳他不光 你们两个之间没有爱情 而且他满肚子坏水 你跟他结了婚之后 你会后悔的吗 是 宋阳可能开始是为了我的钱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相信他对我或多或少 都有点真感情 不行 反正我不同意 如果你要是非一意孤行 嫁给宋阳的话 那你就别认我这个女儿 好 你要这么问我就选宋阳 妈 你居然为了宋阳 不要我这个唯一的女儿 你还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你又考虑过我这个妈妈吗 你考虑过我未来的生活吗 你心里想的只是天明 你只为你们的未来做打算 我算是看透了 你们这一代 不管是男孩女孩 只要一长大 根本不属于父母 你们属于社会 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如果我不选择宋阳 你能陪我一辈子吗 我 行了 贾贾 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 你不要再跟我说 这种赌气的话好不好 我也不相信 如果我真的跟宋阳结婚了 你就不认我这个妈妈了 好了 等给你和天明办完婚礼以后 我就要考虑我和宋阳的婚礼了 到时候你这个女儿 是给我送上祝福 还是诅咒 随便你 到时候有个东西你不用力摘着 别人一抢你就松手 我看是你自己不懂的珍惜吧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你是不是希望全世界都把你善良 你心里就很满足啊 你知不知道善良过老头 就会让你觉得很愚蠢 你活该你倒霉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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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 不要哭了 嗯 不要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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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这个做女儿的是不是真的很失败啊 我妈她居然在我和宋阳之间选择宋阳 不要省心了 不要为她不开心了 我明天还有举行婚礼呢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是不是哭了眼睛就会肿 是啊 那我不哭了 我明天 还要美美地做你的新娘子呢 我打算等到我们结婚了以后 再去慢慢地劝我妈和宋阳 好 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 你送我回去吧 你看 我心情这么差 开车一定会胡思乱想的 不然 你送我回去好不好 嗯 own resource 快点 chewing 使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总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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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啊 欢迎莫里啊 张总 你好 我们公司最有价值的黄金单身汉 被你女儿给拿下了 我要是有女儿的话 绝对给你抢这个女婿 张总 你在商场上已经压我一层头皮了 这幸亏生了个女儿 要不然你还得赢我一回是吗 好 谢谢啊 恭喜 恭喜 陪她进去吧 对 恭喜 好 天明 恭喜 好 谢谢江总 为江总 请 好 高兴点 笑一个 好 你先出去一下 天明 你怎么不是很高兴了 好了吗 好了 我们下去吧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啊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可能是吧 这马上就要洗宴了 你这脸上一点喜色都没有 和我结婚你就这么不开心吗 佳佳 从今天以后 我一定会敬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的责任的 今天是杨佳还有天明结婚的日子 你怎么不去 我觉得那不是什么喜事 所以不去也罢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那么尊重自己的内心选择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我知道原来我太不懂得珍惜了 但我也希望你 不要那么轻易做决定可以吗 在这世上 有多少爱情错过了还能重来 当我以前深深地爱着你的时候 你不知道珍惜 可你现在知道珍惜了 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说这些 都太晚了 可是你愿意让安逸 叫一个跟他们一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做爸爸对吗 你放心 你放心 我和大伟啊 会一起抚养安逸 给他过场最好的生活 如果你不放心 你可以随时监督 有问题的话 可以向法院起诉 要毁孩子的抚养权 你决定了 这些东西 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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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这些不好意思 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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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无所谓的 这些东西 新西北部 都不愿意 可以 都不愿意 有请一对新人 相视而立 杨家小姐 请问你是否愿意 与石天明成为合法夫妻 无论疾病健康 贫穷富贵 都会爱他一生一世 请问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石天明先生 请问你是否愿意 与杨家小姐成为合法夫妻 无论疾病健康 贫穷富贵 你都愿意守护他一生一世 请问你愿意吗 石天明先生 请问你愿意吗 等一下 天明哥 我二姐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昨晚出车飙车 出了车祸 现在还躺在医院昏迷不醒呢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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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我让你拥有 这 先 是 行 你 阿姨 我为什么会这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我还以为你和宋阳许墨轩 那种男人不一样呢 没想到你比他们更混蛋 许墨轩至少从头到尾 都是爱我大姐的 而你呢 你别说爱我二姐 你别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这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造成的 都是我害的 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我 为什么受杀的不是我 你不要有事 杨家 你醒醒吧 天明爱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如果你要欺骗得到了他 你会幸福吗 看着他这么痛苦你真的是在爱他 如果爱你死了 你的良心会爱你吗 天明爱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二姐 你明知道他当年坐牢是被冤枉的 可你为什么不把正常说出来 还要跟他抢男朋友 如果我二姐有什么三残两短 你的良心能过意得去吗 你还是赶紧走吧 你穿成这样等他醒来 你是想刺激他吗 如我说两句话 我很快就走 天明 天明 我现在正式宣布 我给你的婚礼取消了 初 天明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现在只希望 安宁他能够早日康复 我祝你们两个幸福 晓晓 对不起 你以为追我的男人只有你一个吗 追我的男人多到K天门整个护城河了 我才不稀罕你呢 那孩子怎么办 天明 你有的时候很精明 但是有的时候却又傻得无药可救 其实那天晚上在我家 你跟我之间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那些证据 那些证据 都是我伪造的 包括那张怀孕证明都是假的 天明 我从头到尾都在骗你 我希望你不要恨我 不要恨佳佳姐 乐乐 我求求你不要恨我 不要恨佳佳姐可以吗 更为了 你现在知道安妮对你感情有多深了吧 好好照顾她 别让她再离开你了 杨总 怎么了 不欢迎啊 哪里哪里 快请进吧 杨总 杨总 那您先坐 我去泡杯茶 不必了 我今天来你这儿不是来喝茶的 更不是来做客的 那你是 宋阳 我要你马上离开我妈去公安局自首 杨总 你先别冲动 冷静冷静 你听我把话说 你那些影像资料呢 确实能证明七年前我伤害过你 但是也能证明那只是误伤 现在你已经康复了 而且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即使我去公安机关自首的话 也未必会坐牢 可是话要说回来了 如果我往检察院走一趟的话 你唯一的亲人也就是你的母亲 肯定会坐牢啊 你什么意思啊 永新能顺利地发展到今天 一直以来走的都是光明正大的正路子路 如果不是偷税漏税 虚开增值税发票 投机倒把这些违法行为 永新能发展得这么快吗 你又在威胁我 是你先威胁我的 杨总 而且你千万不要怀疑 我手上这些证据 是不是能够充足地证明 把你的母亲能告到 让她进监狱 我跟了她八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 就算我一点长进也没有 至少我得给自己想条后路吧 乐乐在我的电脑上发现了这段视频 她还考了一份给安静 可是安静为了对付宋阳 并没有把这个视频给安宁看 难怪安宁要跟安静断绝结没关系 可她为什么连我都不告诉你 其实安宁这样是在为我考虑 她之前有来悄悄地找过我 让我去举报送娘 她说这样既可以还她清白 又可以保住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可是我却为了留住你 就骗她说 说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天明 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你 为什么这么爱安宁了 她真的是一个值得你爱的好女孩 傻瓜 佳佳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 去举报送娘 还安宁一个清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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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